下一題是本校舊範好題 賴黃酸師出了題目 風曉葉柏有背過啊 好 月落烏題雙滿天江峰與火對酬眠 公蘇城外寒山寺夜半終身到客船 請問你 他看到什麼月亮 停 問月先要知道什麼 問月先要知道時間 要知道方位 月落烏題雙滿天江峰與火對酬眠 告訴我什麼 不要 我不在教博文 不要告訴我是秋天 因為雙滿天是秋天 我不在教博文不是 我要問你說這裡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時間告訴我方位 月落烏題雙滿天 告訴我什麼 方位 那邊 西邊 西邊 OK 公蘇城外寒山寺夜半終身到客船 叫做什麼 時間 夜半 時間叫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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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位在西邊 所以人要畫在夜半 月落要畫那個人的西邊 請問你那什麼月 請問你那是什麼月 那是什麼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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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落烏題雙滿天江峰與火對酬眠 孤蘇城外寒山寺夜半終身到客船 請問你這位大哥看到的是什麼月亮 什麼月亮 停車站接問 他看到什麼月亮 應該找可愛小男生了嗎 要找可愛小男生 還是小女生 剛才是二十四還是四 剛站起來是二十四還是四號 四號就是男生 二 什麼月 上弦月 上弦月 請坐 答案叫做上弦 剛才講說老師說 第一步畫地球畫太陽 第二步讓地球會轉 因為每一個人東跟西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人在哪裡 人是什麼人啊 夜半 那人在哪邊是夜半 上下左右人在哪邊是夜半 上下左右人在哪邊是夜半 哪邊 左邊 對很好 左邊 晚上的中間要夜半 月亮要在西邊 東跟西是方位 方位要看誰 地球自轉 地球由西向東轉 所以 你就要畫在西邊 那這什麼月 卡中間叫做 卡中間叫做 縮 放旁邊 叫做 彎 轉 仙道叫什麼月 上弦 仙道叫做上弦月 所以 他看到的是上弦月 可以嗎 我是直接問他是什麼月啊 當初賴黃川師出的時候他心腸很好 他是出選圖題 那你選他畫了兩個不可能的月亮 有這種月亮嗎? 有啊卡通影片裡面有 然後再畫了一個滿月 再畫了一個弦月 那其實你用背的也知道滿月不可能是夜半落下 滿月是什麼? 清晨落下 扣掉這個就知道答案就是弦月那個 你就不用好好選 但是我把它改了 我把它改成一個你真的要知道是上弦 要背上弦月是西民動漫才會的 OK 就是這樣子 這叫做賴黃川師出了題目 孤書城外還三世夜半終身到客船 大哥看到了什麼月亮 答案叫做上弦月 OK 好我說我把賴黃川師的題目改了一下 改了給家人可以一點 賴黃川師心腸好選圖題 猜猜可以猜猜 趕快知道可以二選一馬 那很不可能就把他幹掉了 我改成這樣 請問你他的月落是哪一個? 你要回答這一題你要會兩件事 第一件事你要知道他叫上弦月 第二件事你要知道上弦月是西民東漫 我在強烈暗示你答案 上弦月西民東漫 而他正在西城正在從西方落下 我強烈的暗示你答案 我強烈的暗示你答案 他正在西城 他西民東漫 西民東漫 他是上弦月西民東漫 要回答我這一題你必須要知道他是上弦月 而且你要知道上弦月西民東漫 我已經強烈的暗示你答案了 他是多少咧? 他是多少咧? 是什麼答案? 可愛小女生 十號 十號 你公上 你公上 C C 你選C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C C 第一個你知道他上弦月 剛剛講過對不對? 上弦月 第二個你沒有廢 上弦月叫做西民東漫 西民東漫 所以 你從C邊落下 地名先是C 對不對? 然後C邊要亮的 所以下面是亮的 上面是暗的 所以我們答案叫選這個 答案叫選這個 所以我答案選這個 我比二郎春是稍微黑黑黑黑一點 你要確實理解才會寫這一題 不像賴斯出個選主題 隨便猜一猜 可以猜出來答案 猜出來答案 所以就這樣 就是 了解 OK 孤蘇城外 寒山寺 夜半 終身 道客傳寺 上弦月 然後他落下要長成這個樣子 長成這個樣子 OK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